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又要來介紹亮星車 但我相信大家對於這輛車算是並不陌生了 因為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MGH-S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之前已經看過了MGH-S 為什麼我們又要來介紹H-S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它的最新的車款 2.0T渦輪的版本 第一波上市的時候 它只有1.5T渦輪跟1.5T的油電複合動力 這兩個版本正好是滿足了入門版本跟高階版本 在MGH-S發現他們整個產品線的銷售力道非常好了之後 它乾脆就把它的真正性能型的旗艦也一次帶來台灣了 所以就有了今天我們要介紹的MGH-S 2.0T AWD的版本 大家很好奇究竟MGH-S到底有多熱賣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去年9月發表之後 結算下來 MGH-S大概已經拿到了2500多張的訂單 但礙於目前的交車速度還是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蠻多人還在等的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MGH-S在2.0T的發表會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 6月開始的產能會往上拉 預計每個月可以交1000輛車 另外一方面 MGH-S 2.0T這個版本 我相信在大家看到它的開架之後 也是一樣哇一聲非常的驚訝 因為它的售價定在106.9萬 這個價格確實是蠻震撼的 畢竟在同等級的休旅車當中 它的售價算是目前最低的 所以台灣你要真正打入市場 那確實又需要MGH-S這樣的一個產品 也就是說 它有更相對親民的價格 但是它的配備整個等級周邊 甚至品質上面 完全不輸競爭對手 那我相信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條件 才能讓MGH-S整個全系列 可以賣得這麼好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迫不及待 想來看看 最新的MGH-S 2.0T究竟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那麼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它的外觀有哪些精彩的地方吧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MGH-S 2.0T的外觀 這一次的公辦試駕 統一都是紅色的車 因為我們之前有借過灰色的 也有借過白色的 那終於來了一個漂亮的紅色 那紅色也正好符合MGH-S 2.0T它的調性 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比較強調性能 比較強調速度感的一個車款 那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外觀大致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一樣使用的是很特別的一個四道人線的引擎蓋 搭配賽道之眼的LED大燈 前方的水箱護罩一樣是直撲式的 而且它還是採用了非常特殊的這種波浪紋 而且它的波浪紋使用的是一個實的一個虛線的 所以看起來整個水箱罩的設計 會蠻有那種立體的這種感覺 那加上中間大大的一個MG的廠灰 那另外它的下氣霸也採用的是黑色亮面的烤漆 所以整體看起來MGH-S 2.0T 雖然它的外觀上面跟其他版本是一樣的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因為有了這個紅色的車色 搭配它的黑色的套件上去看起來會更有質感 在整個性能的氛圍上面也更鮮明 看到車側簡單介紹幾個重點 首先看一下它的輪圈 它使用的是19吋的戰斧式的輪圈 搭配紅色卡鉗 那這個造型我相信大家已經看過了 但是有一個重點 看它的輪胎它配的是米其林的PS4 我相信對於喜歡車或者是對於輪胎比較有專注的人來說 米其林的PS4算是目前性能型街道胎裡面 算是個很指標的等級 以19吋來說 目前的市面上如果四條胎換到好 整個價錢差不多快可以買一輛入門級的autobuy了 你就知道它的配胎真的是不錯 接下來我們往後看過去了 會看到它有很多跟前下氣吧一樣 有很多黑色的亮面烤漆的套件 比方說有黑色的照後鏡 然後整個窗框是黑色的 另外它上方的車頂架也是黑色烤漆的 還有它的鯊魚的天線也是黑色的 那另外它的車側下方也有一道黑色的亮面的烤漆飾板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蠻有特別的風格的 另外視覺上的表現來說 這種雙搭的感覺你也會覺得這輛車看起來比較活潑 比較有動感一點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C柱 C柱上面一樣有一個Trophy的字體在上面 代表說這個車型一樣有著Trophy的套件 看完C柱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尾的造型 看到車尾就會發現它的整個車尾的造型 其實跟我們之前介紹的1.5T也大致是一樣的 而有很漂亮的後尾燈的造型 也跟它的大燈是相呼應的 另外它有很帥氣的雙粗的排氣尾管 加上鍍鉻的飾調 那打開後車箱 來看一下它的置物空間的表現 那它的標準的置物空間 它的標準容量有463公升 另外它也有配了一個可伸縮的後擋板 而且它也是可以拆卸式的 另外它的下方的棧板打開來 它一樣有這個很寬敞的前後兩個大型的置物盒 那這個置物盒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放我可能說常用到的工具 或者是洗車的用品 另外置物盒在下方就會看到有一組備胎 當然這個備胎不是全尺寸的 這一點對我來說 雖然它的重量會重一點 但是實用上來說如果讓我選 我還是會選備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內裝的表現 坐進MGH-S2.0T的座倉 一樣大致上跟之前我們介紹的1.5T 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小地方做了改變 但沒關係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它座倉大致上的配置 首先一樣有我非常喜歡的一個賽車的座椅 然後它的座椅有加熱的功能 方向盤 採用平底式的 一樣它的右下方有一個紅色的 Super Sport按鈕 那其他的所有的一些介面的選擇鈕 也都在方向盤上面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它的方向盤採用的是皮革加紅色的縫線 確實跟它的這個運動的調性是相符合的 往前看過去就會看到 畫面非常清晰的12.3吋的全數位儀表板 另外它還有一些我覺得還蠻可愛的這種 開機的這種動畫的一個畫面出來 所以整體上看起來你會覺得 這個座倉充滿了科技感 講到豪華質感就要看一下 它的中控台上方也是皮革 然後加上軟質的膠料 那另外看到中央這個10.1吋的觸控螢幕 它一樣可以支援Apple CarPlay或Enjoy Auto 當你切回到它的原始介面的時候 其實調整上面來說大致上都會在 這具觸控螢幕上面控制 所以這具10.1吋的觸控螢幕 我覺得在它的不管是尺寸上面 或者是功能或者是面板上面的安排來說 我都覺得是非常好用 而且是非常好上手的 那另外它的車艙還有256色的環艙的氣氛燈 那看到中央安座 中央安座還是保留了一些簡單的實體的按鈕 比方說像最基本的冷氣的控制 或者是音量大小的控制 還有主頁面的快速按鈕全部都在這裡 下方有兩組傳統的USB插槽 但是只有右側的USB插槽 才可以連接Apple CarPlay 接下來看到排檔感 因為HS2.0T它採用的是 智慧型的四輪驅動系統 也就是說它可以由電腦來幫你 控制是前輪驅動還是四輪驅動 另外還可以手動鎖定四輪驅動 這個功能最主要是在當你需要脫困 或者是你要面對比較崎嶇擬膩路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種四輪前50後50的一個輸出力道 對於脫困或者是穿越一些障礙來說是非常好用的 再來它的左側有一個引擎代速的一個關閉的按鈕 這個功能在現在來說已經非常的普遍了 尤其是歐系車來說 當你在停紅燈或是代速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做引擎熄火的動作 讓你達到更好的油耗的表現 但是很多人包括我 我非常不喜歡這種引擎代速熄火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每次一開車就有一個習慣 上了車就先把這功能關掉 但是這功能有的時候有些人會覺得很討厭 因為這個功能 你每一次熄火重新發動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啟動 但是MG H10S 2.0T 它的這個按鈕很簡單 當你只要確定把它關掉了之後 它就永遠會設定在關掉的狀態裡 再來介紹一下 它這個中央扶手呢 這個置物箱 第一個它縱深夠深 然後寬度也夠寬之外 它的內側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也就是說 這個中央扶手的這個下方的置物空間 它可以做一個簡易的冷藏箱 那雖然說它只是用 一般的冷氣來作為一個降溫的一個效果 最後來看一下 一樣是很多同級車沒有的配備 就是全景天窗 那這個全景天窗 它的面積非常的大 而且它是可以打開來的 它不是玻璃頂 那也就是說 它整個全景天窗配備進來了之後 它的售價只要106.9萬 所以整個感覺上來說 你花這個錢 甚至花比同級車還要相對低一點的預算 但是你可以買到很多同級車沒有的配備 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 MGH-S可以賣這麼好的原因 還有 我再有講一個大家很喜歡的配備 包含我自己 那就是 它有個BOSE的劇院級的音響 那這個劇院級的音響 我相信以往來說 這個配備只有在豪華的高階車款才看得到 那目前MGH-S2.0T上面 它也一樣配給你了 做到後座 它的後座 我覺得在同級裡面 它的表現也算是非常的好的 首先它一樣有一個皮革包覆 搭配紅色車縫線的座椅 這個座椅呢 除了我覺得它的皮革的質感非常好之外 我覺得它的支撐性也非常夠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它的椅背也是可以多段傾倒可調整 也就是說 它的椅背你放到最倒的時候 整個座姿來看一下 它的座姿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已經到了一種 蠻舒服的一個陽躺的模式 好來看一下 前方的話你可以看到冷氣的出風口 下方有兩組的USB的插孔 所以看了這麼多 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整個座倉的表現 不管是配備 不管是質感 甚至是你摸得到的 看得到的 等等這些 我覺得以這樣的一個價格 在同級的車款裡面來比的話 相對來說 其實是競爭性還是蠻夠的 打開引擎蓋 你會不會覺得看起來還蠻特別的 的確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因為沒想到引擎式的整個飾板 跟整個包覆性非常的好 基本上它把整個引擎是 修飾得很乾淨 這樣的一個設計其實蠻像歐洲車的 好處是說打開引擎蓋會覺得蠻清爽的 看起來乾乾淨淨好像也沒有什麼一堆的管線在上面 這次MGH-S2.0T 採用的是2.0升渦輪增壓引擎最大馬力 223匹最大扭力 37.8公斤米 搭配的是六速雙離合器變速箱 這樣的一個性能規格 我覺得在同級來說 算是比較中規中矩的 但是我相信在它的整體搭配上面來說 比方說它搭了一個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它還有四輪驅動系統 整體看起來 我倒覺得這樣的一個馬力這樣的一個性能的一個配置 加上它的其他的不管是變速箱 或者是四輪驅動系統也好 這樣的搭配起來我覺得還是比較實用的 現在我們直接上路了 感受一下2.0T渦輪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首先我覺得2.0T跟1.5T比起來 確實在它的起步的反應跟它的速度的延續性 那一定是比1.5T好了很多 再來是讓我比較意外的是 它的引擎運轉造成的那種噪音或雜音 其實並沒有那麼大 好那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大家還是能夠鎖定我們的整人不愛車 掰掰 在更加速的可以革命 解放到這裡 一切開箱 然後在更加速度上 和更加速度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